以勝利者姿態開記者會 華茂慈善基金理事會主席 龔仁森多次感謝各界 包括中央的支持 天地有正氣 畫面那句話是真理來的 不會錯的 我都要多謝中央政府對我們的支持 都要多謝港府對我們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們去到北京 都受到唐高維 我們是中南海的極限 他在委員上已經很清楚地 肯定了我們華茂慈善基金 以前做的事 現在做的事 以及希望我們華茂慈善基金 以後做得更加好一點 對陳振聰涉嫌偽造 以及使用虛假文書的控罪 工人心說 希望有公平公正的結果 一個人正大光明的 做事比較好一點 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 如果不是 遲了都會有報應 中國人都會說 善有善保 我有屋保 不是不保 事實未到 工人心又說 遺產資產值只有五六百億 他不希望有人阻撓這筆錢 轉移去慈善基金名下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間 不會有些人出一些古令珍貴的招數 來激愛新資 比我們慈善基金的一個正常的運動 帶來任何的障礙 他希望這一筆遺產可以用來支援新移民和貧困學生 我們對於有些小學生 資源的小學生 新移民的學生 如何擁有我們的社會 早點擁有社會 還有我們準備對一些 學校的評估的學生 不單單是新移民 其他學生 可不可以有些幫助 而華茂慈善基金代表律師何文基就說 將遺產轉移基金名下 需要半年至兩年 估計今次增產案華茂一方用於原仲庭 接到終審的仲費合共大約2億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報導